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主要是讲 善道大师淨土思想里面的 要门和横缘分判 善道大师对于要门和横缘分判 最主要是在观经朔 他有两段文章讲到这个问题 有一段是在观经朔开头的时候 被称为要横分判 要就是要门 横就是横缘门 两门分判的意思就是这样 而在观经朔差不多最后 他有要横费立 最终取写的问题 在正统门内的分判非常重要 这两个分判可谓一前一后 首尾呼应 是非常之重要的 即是说 省一步观经朔 亦都是最重要的 讲了要门横缘 而最重要的核心 最后是叫我们放下要门 而进入横缘 这是善道大师的荣意 他苦口婆心 希望我们做到的一件事就是 个个都能够走入横缘 连要门都放下 那我们看看 他在观经朔 因为那些都是古文 我想一想 我就不将那些古文重复了 我观趣就讲他的意思 可能大家更容易接受 在观经朔里面 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真如法性 港大无边 众生清静的心体 本智聚足 在性不增 在凡不减 这个意思 就和六祖慧能的说法 就很吻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个个都有大智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个个都有佛性 都有真如法性 在我们的内心 都会很清静 不会受到任何汇染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特性 他本智聚足 成了佛 你不会增加 是凡夫的时候 你也不会减少 换句话说 很厉害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是一样的 佛性是一样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信 有个信心 不过 下面他就摊牌了 说清楚 现实 又是一回什么事 不过 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 靠自己自然地开悟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业障 深重 我们的业障 将我们的真如法性 完全这样覆盖 障碎盖 所以清静的本体 就不能显发出来 善露大师 继续说 所以 释迦牟尼佛 他就大慈大悲 如何看见他的慈悲 他放弃了自己 清静庄严的无性暴徒 这是一个历史 说我们的笔布 简单 说一下就算了 因为 其实 释迦牟尼佛 他本身 不是在我们的 娑婆世界 这里 他是一个 无性暴徒 暴徒 我们听到 好像阿弥陀佛 他也是一个暴徒 他的暴徒 就是极乐世界 原来释迦牟尼佛 也有他的暴徒 那句叫做 无性暴徒 但他为了救我们这些 怎么说 说句不好听些 救我们这些 比诸佛捨弃的 很差的 诸佛都零了头 一千四佛救我们不了 放弃我们 他又不可以用放弃 因为他是暂时放下 我们太厉害了 知道吗 我们的妄想执着 很厉害 很环固 很固执 所以他们 搞我们不行 那些人就暂时放下 所以一千零四佛都先放下 所以说难听些 我们其实就是 真是逻底层 知道吗 我们是一班 难以扶不上病的众生 所以诸佛 没眼睛看了 暂时放下 没有办法 教你的方法 你做不到 做不到就等于没有用 所以我们到现在 都成就不了 了不了生死的原因 在这里 其实我们未必 这一世修行 我们可能见过 很多很多次佛 问题上 我们真是 很差 很水平 好 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 他大致大悲 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无性国土 然后将整个宇宙 这一班难以扶不上病的 没有办法修行的 这些人渣 知道吗 集中在一起 就安排在这个 娑婆世界 所以实际上 可以这样理解 原先他的无性国土 其实也在娑婆世界 如果从位置上说 可能也是这个地方 只不过没有人法 因为收了我们这些难民 收了我们这些逻底层 之后 他没有办法 已经成为 他变成一个畏徒 但是他为了救度众生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伟大呢 真是很伟大的 虽然他没有办法 真是 所有众生都救度 他只能有救度有缘的人 因为他都是 跟一般的佛差不多 但是他的心量 真是很特殊 跟其他佛比 我们要多一分的尊敬 当然 最终他是请阿弥陀佛出来 等人们会说到 我们就说了 接着 善露大师 在观经所里面 说的内容 他就说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 放弃清静庄严的无性暴徒 应化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大家知道了 什么事 就是想救我们 好 为了我们这些苦难烦恼的众生 他当时 他就开广了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希望尽量 这个法门不适合就大了 这个不适合就大了 起码有个适合你 那就多些人被救到 所以他的心是很慈悲的 希望帮助我们脱离苦海 所以现在在人世间的很多宗派就是这样来的 不论是禅宗 不论是禅宗 物宗 天台宗 这个是释迟家牟尼佛的教法 无论是收大乘的空观 亦或是种种种的福业的收法 无论是收智收风 都是要由我们的雷心心地出发 如果我们妄心用事 当然就不可能成就 依菩提的心愿 而起殊性的菩提心行 即是要行六度慢行 这个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依心起于性行 这个亦都是释迦牟尼佛主要的教法 这些法门有多少呢? 刚才说了 八万四千法门 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 一切的圣道法门都在里面 所以 其实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教法 最拿手就是圣道门 他只能够给你一个方法 让你自己去搞 你要按照方法 你收到出来 你就成功了 但你收不到就没办法 所以叫做佛导有缘人 那 最后 当然释迦牟尼佛 是很重要的一个很伟大的贡献 对于我们来说 他就是 在他的所有的教法之中 他最后是教了一个淨土法门 那这个淨土法门 在他那么多的教法之中 就成为独立的一门 而淨土法门之外的所有圣道门 就是独立的一个称呼 你可以称呼它为圣道门 如果在正统门的角度 正统门是一门 其他的叫做门御 所以善御大师有个词 叫做门御八万四千 他将所有其他的都叫做门御 这个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展开 是很有心意的 很有心意的 这个门御所有淨土法门之外 都叫圣道门 门的修行和淨土门的修行 大家都知道就有很大的分别了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用圣道门修行的内容 那些框框走离 这个是正统门 不适合用的 不适合用的 你一用就乱 你一用就错 你就麻烦的 所以为什么学习法门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是方向 大方向你都搞不懂 你怎么去到目的地呢 所以这里最要提醒大家 那么多法门有渐有盾 种种都不同 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众生 因为众生的不同 所以不同的根基 不同的恩怨 主要相应 理论上讲 圣道门也好 他的箭法 顿法 都是可以出三戒的 是可以的 不是说不行 问题上 你行不行 才是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按照 他的戒定位 戒不戒得到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说得很轻松 戒定位 按照他行就行 是啊 但你做不到 你好痛苦 你度日如年 你搞不定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 业障深重 所以 你一发觉自己搞不定 你知道什么原因 唯一的原因就是 业障深重 想悟道的人 难以开悟 虽然 世尊有无良的智慧 又用这么多的方法 去教导众生 这些我说 这些翻译都是善途大师说的 我现在只是把他们的文言文 翻译给你们听 明白吗 不过呢 不论 释迦牟尼佛 怎样努力 怎样八万四千法门也好 最终都是 只能够救度 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众生 因为众生根基 实在太差了 没有办法 将所有的业障凡夫 全部救度 那么问题就大了 因为每一尊佛出世 都是希望救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们都有这个愿 但是现在发觉 他花了这么多精力 他是搞不定 救不到 救到很少 那怎样搞呢 就是说 未能够满足 他出世的本坏 所以 最后呢 释迦牟尼佛 就用这个杀手锏 最后一招了 所以他必须要开讲 淨土法门 因为淨土法门能够利益 一切众生 就算圣洞门 所遗弃的 收不到圣洞门 那些 都可以来收淨土门 所以这个门 就大了 就大了 所以印钢大师 插一些印钢大师的法语 印钢大师也说了 如来联敏我们 这些收不到界定位的凡夫 所以特别为我们开显了淨土法门 那这个说法呢 跟淨洞大师是一样的 只是语气啊 用字不同而已 基本上的意思 中心是一样的 反过来说 他说如果众生都能够收到界定位 都能够出来生死呢 那就可能未必需要淨土法门 那这个只是假设 真是假的 真是 人是绝大多数收不到圣洞门 好 那大家要明白 淨土法门 就是那些 八万四千法门 都收不到 没有人可以收的 那些人 主要是为那些人而开讲的 因为世尊在世间成佛 他的心愿就要度化一切的众生 那如果只有那么少的人呢 只有那些尚根尼智的人收到 那就是很多人收不到 于是乎呢 刚才说过了 释迦牟尼佛呢 他出生的本话就达不到 不能够唱他的本话 所以最终呢 他是要讲淨土法门 但是说淨土法门 不是说你讲就讲 我们说你是佛 你喜欢讲就讲 原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他也是要讲的机缘 他也要讲的机缘 要成熟 才能讲到这个法 那我们知道 佛要讲一部经 也要看恩怨 如果恩怨不成熟 原来说也没用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不早点说 直到现在才说 他就等待恩怨 终于恩怨到了 在观经里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 他讲淨土法门的恩怨到了 这个时候 原来有一位人物就出现了 那个叫做韦提希 韦提希夫人 他就是遇到他人生最大的逆境 最痛苦 感觉到生命的无常 非常之痛苦 然后呢 他就想改变 因为你没有办法 成熟不了 自己的丈夫 又被自己的儿子 要无去 最后连自己也要困 你想想 人生受了这么大的挫折 所以 他基本上 真的差不多是 整个人是崩溃 对人世间一点流亂都没有 所以很希望出来 于是乎见到释迦牟尼佛之后 也都知道有个极乐世界好去的时候 他自然就是 请求释迦牟尼佛 教他思维 教他证受 他要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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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到这里 就出现了 观经书里面 很出名的一段法语 我们希望打那段出来 现在在那里了 这段是观经书里面的文字 善道大师就说 言娑婆化主 因其请故 即说去淨土之要门 这几个字 我们就知道了 娑婆化主是谁 对了 佛大师要知道这些常识 因其请故 其是谁 韦提希 对了 是韦提希夫人 其是一个代词 在中文里说 代表了一些东西 在这里代表哪个呢 代表韦提希 因为韦提希请法 为他说一说 说开淨土之要门 而安乐能人 显章别意之宏愿 那这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法语 那我们下面讲讲了 娑婆化主 释迦牟尼法 因应韦提希的请求 顺其自然 就说开要门 那为什么 它是说开要门呢 我们知道 因为其实当时 韦提希问的时候 它是没那么聪明的 它是问很少的 因为它水平有限 它有个凡夫 它又不是怎样修行的人 在皇宫里面 养尊处优 根本就不懂修行 所以他问的时候 只是请了定善之法 即是教他怎样打造 怎样思维 怎样证受 那就是定了 就是十三定官 就是他真正问的 就是他要请法 他要问 真真正正的问 就是问定善 那么散善 他是没有办法 可以问得出来的 所以 真真正正来说 散善是释迦牟尼佛 无文字说 是他自己说的 他顺应至 以韦迦牟尼佛 说这些 然后他为了利益众生 就说散善 虽然韦迦牟尼佛 问的时候 就问得很窄 但是 释迦牟尼佛 开事的时候 就把他开得很阔 所以就叫做 讲开 就讲开这个 淨土法门 讲开这个要门 最大的容处 他先讲要门 这个要门 我们上次就说过 其实他就是为了帮助那些 修圣洞门 修不了的人 转进来 淨土法门 但是都念佛 又未有 那么深的认识 还是带着以前 他自己的修行方式 所以就拉进来了 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你先按完 都没有改变那么多了 你只要把那些回向就算了 就仍然 都是可以 往生淨土 好 那到安乐能人 假释这个 安乐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在唐朝的时候 他们说的地方 叫做什么国 大家记不记得 即是说极乐世界 他不是说极乐世界 他用词是安乐国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 都接触到也是这样 所以 安乐就是极乐世界 不同朝代的人 讲话不同 那安乐能人是谁 阿弥陀佛 为什么是阿弥陀佛呢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现在很多人 信仰观世音菩萨 他说自小就信了 现在放不下 不可以转过来 信阿弥陀佛的 很多人是转不到的 其实观世音菩萨 其实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以及极乐世界的所有菩萨 都是靠阿弥陀佛救度而去的 他才去到静土那里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还有什么好执着呢 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无量无边 清淨功德 大元力所成就的 都是累着阿弥陀佛一个人 一佛的成就 观世音菩萨 够苦够难 大世智菩萨 劝我们回归淨土 很多菩萨有种种 救度众生 劝化的能力 所有的能力 都是累着阿弥陀佛 都是累着阿弥陀佛的教化 所以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所以阿弥陀佛又叫做安乐能人 所以你的安乐能人指的就是他一句 我们要明白 这就是善道大师 他说的 那么显章别意之宏愿 宏愿 宏愿这个词我们听得多了 原来就在这里出来了 就在善道大师这个法意出来了 将显章 显章 显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里面有什么我们看不到 因为有一个盖子盖住了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想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们要把那个盖子揭开 一揭开之后 它便显章 所以显章的意思就是这样 把盖子打开之后 看到那些是显了出来 没有遮掩 没有遮掩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显章 别意之宏愿 别意之宏愿 别意 特别的意思 这个宏愿有特别的意思 跟其他的教法不同 不一样 就为之别意 既然他不一样 你就不要拿其他的 你跟他比 你一比 你又是乱 你又是乱 所以 这个是别意之宏愿 印光大师就说 这个淨土法门是 特别法门 亦都是这样来的 特别在哪里呢? 横愿 这里呢 即是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 所以呢 这部观经 其实是两尊佛在这里说 不是一尊佛 是两尊佛 在表面上面呢 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 实际上 更深一层的内容呢 是阿弥陀佛在这里说 那释迦牟尼佛呢 主要是说了十三定观 三幅 九品 这个呢 是观经一层的内容 而更深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阿弥陀佛讲的宏愿 别意之宏愿 整部观经到最后呢 宏愿和盘地托出 将这个重点说出来 就是那句 我们之前都经常提到的 持无量受佛命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宏愿 释迦牟尼佛将它彰显出来 说了出来 借释迦牟尼佛的口 去讲阿弥陀佛要讲的 这个法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 释迦牟尼佛 和阿弥陀佛 这两尊佛 他们的心意 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 就真是只有 弥陀化身的 善道大师 才有这样的慰眼 才这么通透 能够解释到出来 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 其实这部经一出来 是很多人都去研究 都去看的 不是只有善道大师 但是其他的法师也好 学佛人也好 大德也好 高僧也好 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偏差 对这部经的理解 不够透切 所以实情上真真正正正 能够看得通透的 历史上就是这位善道大师 所以他 为什么 可以 这么大口气 要写一个观经四帖数 去解定古今呢 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就要做这件事 他不可以把这个法偏离 不可以被世人偏离这个法 所以他要铐定古今 所以他的观经四帖数 是净土法门的标准 是一个准成 你学佛 你念佛的人 必须要遵循善道大师 这个标准 如果你不是 你会偏差的 到现在为止都是 包括罪座 包括罪座的我们 我们这些年友 你自己 自己民心 对 净土法门的理解 很多时候 你们都是偏差的 你们是偏差的 你还真是明白 善道大师的思想 所以 要坚持来听法 现在慢慢灌输 今天省点 省点 每天进步 多一些 这样 好不好 好 总之来说 无论任何人 你信佛念佛 就一定可以往生淨土 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加任何其他条件 我们没有加任何其他条件 没有听你的说 那个说 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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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 静土三经 没有说 善道大师 没有说 是哪个 哪个说 你究竟听佛 就听哪个 哪个呢 对吧 大家听哪个好 嗯 好了 大家信不信信 自己信佛念佛 就一定可以往生 信 信 是吗 是 嘴赞大家 恭喜 阿弥陀佛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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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